快手煮 野味小菜 蒜香蝦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非常容易做的蒜香蝦 其實急凍蝦是一種神奇的動物 你有沒有想著急凍不好吃 其實急凍是很好吃的 我今天為了蝦要快點熟 我會在背部開花 接著做一個動作就是 加少許鹽 很少就可以了 其實你平時打蝦膠 只加少許鹽是容易起膠很多的 我們今天蒜頭是要蒜片的 我教大家怎樣切蒜片 其實蒜片不要太薄 太薄放在油裡炸 其實已經黑了 我要逼蒜味出來 所以蒜片一定有份量 這個尺寸就差不多了 然後倒辣椒 可以用乾辣椒 也可以用新鮮辣椒 乾辣椒記得選一種不要太辣 不要選紫天椒 番茜和芫茜有什麼分別呢 番茜沒有芫茜那麼重味 是有一點點香味 如果你用芫茜的話 這樣又是破壞了整個芫茜 所以我們用番茜 切碎 中火 下橄欖油 這個菜是要多橄欖油才好吃的 記得選一些初炸的橄欖油 好 燒到開始微微暖的時間 我們放蒜片 好了 炸到蒜微微金黃的時間 我們可以放辣椒絲 然後切碎油 好 一碗 一碗 然後把蒜 開始炸了 微微甘黄,像这样的时间 够了,我们放虾,虾很快 虾差不多熟透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番茜 虾,虾,虾,虾 送给大家的船向下 豁出去,虾 stacked between the旋 enquanto 交叉湿 配合 调整公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